要被开罚的还有他 在国道一号南下下营路段 这名男子疑似是车辆爆胎 所以在路旁自己更换轮胎 可是因为他停的位置实在是太过靠近车道 真根直接站立在车道上面 太危险了 国一南下位于台南下营路段 一位老兄车子疑似爆胎 将车停在路间的线上 开始DIY自己换起了轮胎 但仔细瞧 虽然后方有百警示追 但整个人就站在要开往 巴斯快速道路的车道上 相当危险依法可处六百到一千两百元发还 摆放故障标志 人员因竞速下车至 护栏外公安检出所代言 就是蛮危险的啊 怕后面来不及反应 很危险啊 高速那个高速行驶 不会在那边换轮胎 就位老兄站立的位置 容易衍生擦撞事故 不过看看他熟练的手法 能自己换轮胎 这件事在现代来说已经实属罕见 我也不会换轮胎 换备胎我没有换过 我会换啊 应该大部分是都比较不会吧 换胎不容易得先顶起车身 拆卸螺丝后卸下 再拿出备胎卡进去 锁上固定 有经验的人也得花上二三十分 至少要二十分钟左右 因为你从停车 然后拿出工具 然后再慢慢做 因为都是用手动的工具 而且工具都是 比较简易的工具 不像专业的工具 拆装比较容易 还得要车上换胎的工具 齐背才有办法自己来 最快速安全的方式 还是找来道路救援 别像画面中这位男子 不想假他人之手 却让自己立于危险之处 记得叶红柔黄一副 才能够熊报道